能够多开花的一个秘诀啊 你看好家画是非常郁闷 在这个养护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人家的那个花苞那么多 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没有花苞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春花的一个小秘诀啊 好家画是什么叫春花 说白了呢 就是过冬 就是冬眠 跟那个老乌龟或者这个大灰熊子的 冬眠一下是吧 那怎么样冬眠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一些呢就是春花刚刚回归的一些苗子 为什么做春花呢 你要理解一个事 就是咱们有过孩子的也都知道是吧 这孩子在睡着的时候才会长个子 那怎么样让植物睡着呢 就是通过低温啊 通过让它休眠啊 这样去让它更多的去孕育花苞 这样长得会更壮一些 来年的话开花就会很多 但是呢春花有一定的风险和一定的不太好吧 您可以看到这几个啊 上面会有一些个发霉的 这个东西你说怎么治 发了霉的这个就赶紧切掉 刮骨撩毒切掉之后呢 喷一些多菌就完全可以解决了 那为什么要春花 像南方的朋友就是养秋秋的时候 基本上开花量就比较少啊 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要让他们休眠一下 那么如何缺一个修花呢 咱们这些个啊 全是在冷库里面的啊 由于长时间的一个缺光啊 由于长时间的一个低温啊 慢慢的它就开始死亡了 腐败了 那您也要注意的是 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南方的话 如果你如果说不具备春花的能力 您可以在冰箱的上一层啊 哈哈哈哈 冰箱的上一层那一块 保鲜的那个地方可以进行给它春花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马蹄连一样 进行一下春花 有话说那个种的怎么样了 我在河北呢 没有看呢 那春花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花拨更多一下 想来北方具备先天性的条件是吧 南方的话 您自己想想办法吧 要不行的话 就是消耗品了呗 嘿嘿嘿 反正开花数量就不如以前了 所以说呢 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啊 绣球想要做开花呢 春花是最好的 嗯 如果说大家觉得 这期视频不错吧 接点个赞 其他养花问题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关注老花一啊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养花之一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智能力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好